提及中国首富,大家脑子里都会想到几个人的名字,马云、王健林、马化腾,没错,中国首富的宝座几乎是被这几个人承包了,其中一个是做房地产的,另外两个是做互联网的,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首富的位置都被马云和王健林霸占。 在世纪期,王健林的财富并没有太大动静,而马云和马化腾的身价却在不断增长,今年中国首富位置的竞争尤其激烈,经常是这家还没暖热,那家就抢走了,当然,这也与市场环境有很大关系,毕竟上市公司股票是来回波动的,虽然瓦达集团的王健林最近不怎么争了, 但是又来了一个地产界的大佬,恒大集团许家印,今年年初的时候,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先生是中国首富,但是并没有持续多久,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恒大地产许家印,也过来轮换着座,话说人家的皮球是踢来踢去,首富的宝座是抢来抢去,而且是不亦乐乎。 前段时间,首富的位置是恒大集团许家印,近日中国首富就一主了,许家印跌至第三,马化腾还是老二,而马云再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。 根据福布斯实施排行榜,许家印财富为367亿美元,马化腾财富为368亿美元,马云为376亿美元,折算成人民币,马云比马化腾多出了50亿人民币。 这些首富们的财富和股价以及行业变化是息息相关的,例如有媒体报道腾讯市值下降,马化腾的财富也会随之缩水。 今年来,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挡,除了在国内发展勋猛之外,爱里巴巴和腾讯都向全球开始扩展业务,腾讯旗下的拥有破10亿的用户,爱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也接近10亿用户。 虽然马云又荣当首富宝座,我们还是会常常想起马云曾经说过的话,中国首富要当中国首富,这个富是负责任的富,而不是负债的富,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中国首富。 这个福就是福气,马云的境界还是非常高的,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中国首富,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有福气,幸不幸福和钱没有必然的关系。 钱多了也未必是好事,中国首富未来还会再一主,那么下次会是谁呢?我们会持续关注福布斯,实施吧,则最新动态及时为大家更新。 欢迎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